看到我身边这辆车有惊喜吗? 这个就是 2025 Proton S70 那么这辆车对比证改变了什么? 整个车头完全不一样 头灯组是全新的 Full LED Tab Light 之前的 LED 头灯组它的方向灯等等还是传统灯泡 但是这一次就改成了完全的 LED 看起来更好看 然后中间的水箱护照也从这个无线编制 变成了现在这个全新的星星点状式的设计 我个人觉得这个全新的照头看起来更加的年轻 我也觉得好看很多 轮圈的部分一样还是17、18、19寸 不过17寸是入门的版本 18、19寸轮圈就更换了一个新的设计 现在这个19寸轮圈我觉得它的这个质感是我喜欢的 因为它是双色 而且它里面这个颜色是一种磨砂的颜色来的 看上去很高级 所以这个也就是这一次 Proton X 跟它主要竞争对手差别最大的地方 然后它原厂配来的轮台是 Continental UC6 SUV 但是呢 2025 Proton X 有两个升级点 就是这个 Power Boot 的部分 如果你带着钥匙的话 你站在它旁边 这个 Power Boot 就会自动开启 然后第二个功能就是它的 Work Away Lock 这个 Work Away Lock 很多车都有 但是在这两车上面呢 如果系统 detect 到你的 Power Window 是打开的话 它在关门的同时呢 也会自动帮你把这个 Power Window 关起来 我觉得这个还蛮贴心一下的 好评 微线的空间跟之前一模一样啦 不过呢 它下面是有这个 Spray Daya 的 虽然它不是 Full Size 这个引擎盖是有油压顶杆的哦 然后这个 Engine 呢 就是大家熟悉的 1.5 公升的 3 缸 TGDI Engine 然后匹配其速的双离合系变速箱 所以大马力表现是 177 PS 风直流率表现 255 Nm 那么呢 原厂表示呢 这一次通过软件跟硬件的升级呢 它的油耗进步了 4% 现在官方呢 它是 7.3L per 100 km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4% 如果根据我们计算一下哦 它多出来的 4% 可以让你多行驶 30 公里 也就是讲呢 你从 Proton 在 Shark Alarm 的总部呢 开车去巴生来回呢 就是这个 30 km 的油耗啦 然后在变速箱的部分呢 也是有改进啦 它采用的是跟之前那个 S50 RC 一样的 DCT EVO 300 变速箱 原厂重点表示呢 它的蹲挫感更低 因为它主要改进是在这个 3 号档 4 号档 5 号档之后 换挡的蹲挫感 所以整体加起来更 Smooth 然后如果加速表现的话哦 你开的时候 你会 Feel 到一点点差别 不过就一点点啦 确实是更快一点点 内装设计部分大致轮廓跟之前一样 不过进行了很多小小样的修改 所以看起来还是有一点点新鲜感的 那几个主要改进的点就是 新的 Steering 新的仪表 新的主机 还有氛围灯 我先从 Steering 讲起 这个 Steering 呢 就是跟这个 S70 还有这个 S50 一样的 Steering 其实会比起旧款的更厚更好 这个 Steering 我很喜欢 然后仪表的部分呢 就更换了一个新的图标 整体的设计轮廓其实跟之前一样啦 不过这个看了会比较好看一点点 然后为什么 Proton 会去更新这个新的数位化仪表呢 是因为呢 这一次这个 2025 的 Proton S70 呢 支援了这个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所以呢 这个 Meter 要显示这个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的图标 还有一个重点 这个真的是重点啦 Proton 终于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了 就在这个主机可以实现这两个功能 不过要等到 9 月 OTA 才会有 然后在旁边你可以看到有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我没有记住的话 这个是第二款有氛围灯的 Proton 车时 第一款是 Proton 的 S90 但是这个氛围灯的这个炫目的程度比 S90 更强 因为你可以看到啊在这边 它一直会变换颜色的 然后官方表示还有 72 种颜色可以选择 然后你可以调整它的亮度 你可以调整它的颜色 甚至它可以在你切换驾驶模式的时候 又或者是你 TINGER 的时候 有这个闪动的效果 我觉得这一个就可以骗到很多人了啦 你喜欢这样子的氛围灯吗 就是这个椅子的雷的 如果是买到 Fresh Sheet 的版本的话哦 它的 Napa 雷的会有保留着 但是它混成了一个很好看的前灰色 最后就是它的后座空间啊 足够宽敞 地板几乎全屏 坐三个人应该问题不大 后面有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然后 USB 变成了一个普通 USB 跟一个 Type-C 虽然讲这一次车型只算是一个小改款 但是它主要的升级点有很多 包括像是 Android 和 Apple CarPlay Level 2 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等等等等都有升级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升级还是蛮有诚意的 然后重点是当各位看到它的价格的时候 有没有 Surprise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啊